开始录 说一下这个的话 是怎么样更新这个钱包的 它这个更新其实很简单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在这里点一下这个地方 它会检查有更新的 如果有更新的话 它会提示你下载 你下载好以后的话 你就把这个钱包关了 然后再打开的话 就是更新到最新版本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到它的那个官方网站 就是这个官方网站 然后到了这里 然后再下载 你看它这里有 这么多个钱包可以下载 这个是Windows版的 这是苹果的 这是Linux版的 然后你下载这个的话就可以了 也是下载好以后 你重新安装一下的话 也是属于更新钱包 好了像这样